來看歐洲聯賽盃半決賽戰報 英超豪門利物浦新一次主場迎戰西甲球隊比利亞雷亞爾 最終3比0擊敗對手 讓利物浦以總比分3比1晉級決賽 和連續兩次奪下歐聯盃冠軍的斯維利亞一拼高下登頂 上半場比賽 黃色潛水艇球員布魯諾自白烏龍 讓利物浦先拔頭籌 下半場比賽 黃色潛水艇後黃線被利物浦撕破 斯普里奇推射破門 拉拉那門再次早射 最終讓利物浦3比0完勝潛水艇 並且以兩個回合3比1的總比分 运轉對手殺進點歐聯盃決賽 這也是利物浦事隔9年後闖進決賽 根據賽程的安排 利物浦和斯維利亞的軍冠戰將在當地時間5月18日開機